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自然掌 第二个手型 拳 四指并龙 四指弯曲 卷曲之后 大拇指扣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上 手心握成食心拳 这是我们的拳 下一个手型 胡爪 我们五情系的话是由五种动物组成 所以呢 每一种动物它都有一个对应的手型 第一个就是老虎 那就是胡爪 胡爪是怎么做呢 大家看 将五指展开 然后将五指驱龙 虎口撑开 向外展 掌心展开 不要向内包 要将你的长背整个立起来 掌心外展 这就是我们的胡爪 第二个动物是鹿 有一个手型叫鹿角 将你的五指立直 然后呢 中指和无名指并龙 弯曲内扣 从侧面看 然后虎口自然向外撑开 食指和小拇指立直 不要弯曲 掌心外展 尽量向外拔开 三个手指向外拔开 好 这是我们的鹿角 下一个动物是熊 那熊怎么做呢 将你的五指驱龙 你的大拇指轻轻地搭在你的食指指间 掌心是空的 这就是我们的熊掌 下一个是圆 大家看 圆的手型是成这样钩的 它叫圆钩 将你的五指指腹全部贴在一起 然后呢 腕部微微内扣 这就是我们的圆钩 下一个是动物是鸟 鸟 鸟呢 有一个掌型叫鸟翅 鸟翅怎么做呢 将你的五指微微撑开 将中指和无名指并拢 并且微微有点向下压 食指和小拇指微微上翘 大拇指向外撑开 形成一个比较有曲线感的手型 这就是我们的鸟翅 这几个手指像翅膀一样的展开 最后一个手型是握固 握固呢 是大拇指搭在我们的无名指指根 四指驱龙握住我们的大拇指 掌心握实 这就是我们的握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手型 我们来梳理一遍 第一个掌 第二个拳 第三个胡爪 第四个鹿角 第五个熊掌 第六个圆钩 第七个鸟翅 第八个握固 接下来我们学习步行 首先第一个步行是公步 大家先看我做个示范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公步 大家将前脚向前迈出 然后呢前脚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 或者未打你的脚跟 膝盖在你的脚面上 然后呢从这个角度看 大家迈出脚的时候 膝盖不要向外翻 或者向内扣 膝盖和你的脚尖是一个方向的 然后大家注意 左脚向前迈出的时候 不要叠加在你的后脚上 你的初步要微微向左 回收时和你的后脚要有一定的间距 大概一脚的间距 这样子能保证我们不行的稳定 后脚要注意什么呢 后脚要注意 后脚要伸直 然后呢 不要脚尖过于外展 或者脚过于内扣 微微倾斜三十度 下蹲的时候呢 保证上体的中正 胯要转正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公布 第二个步行 须部 大家看我做一次示范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须部 须部要做到什么呢 后脚弯曲的脚 右脚倾斜45度 弯曲时 你的右脚膝盖和你的右脚脚尖是一个方向 不要出现跪膝的状况 然后左脚在向前迈出的时候呢 脚跟着地 然后膝盖微微弯曲 大家从侧面可以看一下左脚的状态 左脚微微弯曲 然后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身形 是什么呢 你的臀部不要过于外翘 身体要有一点点 微脸 臀部和你的脚跟成一个垂直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须部 须部呢 在迈出的时候 注意也不要叠加在你的后脚上 微微向左 在回收的时候和你的右脚也呈现一个 一个脚掌的间距 这就是须部 第三个步行是钉部 钉部呢 大家可以让你的脚呈现一个钉字的状态 大家可以先看我做一遍 然后弯曲下蹲 首先你们一只脚脚尖朝前 一只脚脚尖朝侧面 你的右脚脚跟和你的左脚足弓 对应 然后屈膝下蹲的时候呢 把你的右脚脚跟提起 左脚 脚踩实 重心在你的左脚上 上体中正立直 大家跟我一起再来一次 屈膝的时候 两脚一起弯曲 重心在你左脚上 膝盖和脚尖是一个方向的 然后屈膝下蹲 右脚跟 右脚跟 缓缓提起 右脚这个地方是提起的 这是我们的钉部 最后一个步子是后点部 大家看我做一下 好 这个动作呢 重心是在我们的前脚掌上 将前脚掌伸直 上体 中正立直 然后呢 后脚也要伸直 脚跟离地 脚尖轻轻地点在地面 和身体有一点点的间距 从正面看 你的后脚 微微地向右后方 侧步 不要太正后方 这是我们的后点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五情系的基本步行 我们来梳理一遍 第一个 公步 如果腿部力量不足的话 可以蹲得高一些 但是要保持步行 不前倾 第二个 须步 第三个 钉步 最后一个 后点步 接下来我们进行妆法的学习 首先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妆 叫抱园妆 大家将两脚开立与肩同宽 两手 抱园与胸前 两掌 采用自然掌的方式 抱园与胸前时呢 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向内抱 要有七分力 然后向外撑 要有三分力 身体结构要有什么样的状态呢 身体 身体在下蹲 屈膝 屈膝的时候呢 上体不要出现翘臀的状况 要把你臀部向内脸 松垮 脸臀 我们的会音和肛门向上提起 然后呢 松垮 脸臀 向下坐 这个时候 你的腿部要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你的膝盖和你的脚尖要是同一个方向 不要出现内扣或者外扒的情况 这是我们身体结构上面要注意的 然后两肩抱园时 注意不要耸肩 沉肩 坠肘 含胸 然后微微的拔背 那么注意 我们的两肩肩颈穴 和我们的足底涌泉穴相对 然后我们的鼻肩和我们的丹田穴相对 两手环抱于胸前 百慧虚领 气沉丹田 并且有一股撑劲 在练习装法的时候 要注意让自己的身体 从头到脚 逐节放松 然后呢 又从地上到我们的身上 逐节向外撑圆 这样子长久的练习 能增加我们的腿部力量 协助我们舞情细 更好的下盘的稳定性 下一个装法叫降龙装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好 这是一侧的动作 另一侧的动作是一样的 首先 大家将你的左脚向左前方迈出 左脚的脚尖向左撇开 大约70度左右 身体 微微向左前方旋拧 拧转我们的脊柱 左手按在我们的左胯 后侧 右手 往我们的右肩前侧 我们的额前 右额前 撑按 向外撑按 左手向左后方撑按 右手向右前方撑按 然后这个动作要注意什么呢 要进行一个脊柱的旋转 要旋拧我们的脊柱 后脚要保证 脚跟不要离地 我们的后脚呢 在旋拧的时候 要脚踏实地 脚要踩实 形成一个手掌和我们脚跟 进行一个对拉的状况 脊柱有一个旋拧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降龙庄需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跟我再将另一边做一次 后面那只脚 撇开45度左右 右脚向右前方 慢一步 然后呢撇开70度 身体进行旋拧 撑按 右手向右胯后方撑按 左手向左额前侧撑按 形成一个对拉 然后呢 你的手和你的脚 再形成一个对撑 这样的旋转撑拉 可以很好的牵拉我们的脊柱 这个动作呢 可以很好的去 协助我们 五情系里面的 陆底 做得更加到位 大家可以 一边 练好之后呢 再练另一侧 两侧的练习 可以平衡的去练 根据自身的情况 练习一分钟 或者五分钟 或者更长的时间 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来进行 运动量的练习 运动量的增加 下一个装法 是独立装 大家看我做一遍 独立装 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你的右脚 脚尖撇开 大约三十度 到四十五度左右 然后呢 在你左脚向上提起的时候 你的支撑脚 要微微伸直 摆会向上领 人要立直 然后上领的时候呢 注意底下的支撑脚 用你们的脚掌 全部抓住地面 你的脚心 微微含空 用你的五指 和脚跟 向地面抓牢 然后呢 用你的膝盖 向上提起 摆会向上拎 上下形成一个对拉 那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平衡 两掌再向外撑开 我们左右上下形成一个对拉 它就可以很好的练习 我们的平衡感 那么通过这个独立装的练习呢 就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 在练这个的时候 注意身体不要松软 就不要向前驱 底下也不要过于弯曲 人要向上底 竖向 人体立直 然后微微有一点点 向内脸臀 向外撑 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同样注意 因为独立的时候 身体容易紧张 大家千万不要耸肩 要两肩下沉 然后竖向向上拎 百会向上拎 那么这个动作还可以很好的 协助我们的武情系的鸟飞式 去更好的完成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个装法 我们梳理一下 第一个装叫抱园装 第二个装叫降龙装 第三个叫独立装 接下来我们学习平衡 第一个平衡叫提膝平衡 大家将底下支撑脚 撇开45度左右 然后呢 左脚自然向上提起 脚尖自然下垂 微微有一点点内扣 不要外翻 这是我们的提膝平衡 如果你在练习的时候 韧带比较差提不上来没有关系 你可以提的低一点 但是呢 要保持身体的一个中正 不要歪来倒去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提膝平衡 底下的支撑脚和上升 要形成一个对拉 上体立直 下一个平衡叫后举腿平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平衡呢 是怎么样呢 你的重心缓缓压到你的前脚掌 用你的前脚掌抓住 抓实地面 然后呢 后脚可以轻轻向后 先点步点开 缓缓保持上体的立直状之后 将你的后腿向上提起 后腿呢 有一点点自然的弯曲 可以不要过于的弯曲 但是在你后腿向上提起的时候呢 要保持身体的一个中正 立直 不要向前倒 好 从正面看 我们在向后提起脚的时候呢 不要向外摆 或者向内扣 平稳地向后摆动 这就是我们 五情系的两个平衡 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是体膝平衡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不要过于紧张 第二个叫后举腿平衡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 五情系的呼吸方式 首先 对于初学者来说 自然呼吸 是最好的练习方式 那么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就采用自然的呼吸方式 就是自然的呼和吸 不用刻意地讲求 这个动作某个地方 是采用吸气还是呼气 第二种呼吸 叫俯视呼吸 在你的水平逐步地提高之后 我们可以采用俯视呼吸方式 俯视呼吸呢 它又分为逆俯视呼吸和顺俯视呼吸 逆俯视呼吸就是在你吸气的时候 缓缓地把你的小腹向内收 呼气的时候 把你的小腹向外骨 这是我们的逆俯视呼吸 顺俯视呼吸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你吸气的时候 将你的小腹向外骨开 呼气的时候 将你的小腹向内收 这是我们的顺俯视呼吸方式 这两种呼吸方式 都可以在我们动作熟练之后 很好的去配合 不管采用顺俯视呼吸 还是逆俯视呼吸 都是非常好的方式 不要刻意地为了使用这种呼吸方式 而去摒弃 或者很刻意地去练习 这样子的话 会在初学的时候 对我们的人体会带来一定的不适感 接下去的呼吸方式呢 是提肛呼吸 我们在招式的练习过程中呢 会有一些提肛呼吸的配合是怎么样呢 将你的肛门和会音 有点向上提起 这样子能辅助我们动作更好地做到位 比如我们在做颠阻动作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的会音和肛门向上提起 这就是一个提肛呼吸的运用 第四个呼吸方式我们叫停闭呼吸 在我们五情系的所有的动作中 几乎都有出现停闭呼吸的方式 怎么样呢 就是在呼和吸的之间 有一个短暂的停闭 要求就会做到呢 停闭的过程 不要让我们呼吸 有点不适感 或者呢 让身体有紧张感 这种停闭应该是很自然地进行停闭 如果你练习到后面 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停闭 这说明你的技术 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提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四个呼吸方式 第一个就是初学者常用的 我们用的自然呼吸 第二个 在我们技术缓慢增长之后 采用的俯视呼吸 第三个 在我们动作运用中 有用到的提刚呼吸 最后在我们 动作逐步上升水平 在提高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停闭呼吸 本节课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